我没人会做啊 你先不要跟我说这话 这汤可是我们的招牌菜 基本上要是烧不去的话 可是要砸牌子的 那什么 赶紧拿去烧啊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汤已经到火火了 说什么 不能再烧了 需要加新料 没错 没错 我们的融合汤 我不会 只是感觉 经理 别听她的 平时这汤得烧三个小时 是 可是因为今天少加料了 那 你闻一闻就知道了呗 这里面有银耳 鸡肉 露丛容 百合 绿豆 还有呛好的萝卜 还有一种肉 我闻不出来是什么肉 是蛇肉 这就对了 是蛇肉 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们那边不吃蛇 这汤 只需要玩火再炖一下 再放一些野味的东西 就可以了 看什么还不可以去准备 这汤鸡肉大叔我自己做 我们不知道在家里吗 有盐骨头吗 有有 我就拿 鸣 鸣经理 怎么样 闻人说那汤 那汤 说呀 那汤非常好喝 他们再加一份再回去 好 别人抓到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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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子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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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军在下 经理 什么事 我还要赶着去院校呢 客宰的事啊 真是多谢您啊 哪里 姐 子军 张子军 张子军 自己 张子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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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 小华 我是小华 你不认得我了吗 老八 小华 小华 我是小华 姐 我连做梦 我都在找你 终于找到你了 姐 你知道吗 当时我正在晃的楼呢 一瞅见你我就傻了 我想 我想我会不会是看错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敢相信的是你 姐 她当时真的是给我激动坏了 我真是太感谢老天爷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还能见到你 姐 姐 你怎么了 你都看我半天了 你都看我半天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坐坐我面前的 真的是小华 当然是小华了 这个市场还有几个小华呀 姐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现在也跟做梦一样 我真是太感谢老天爷了 老天爷就是让我今天去死我都乐意 我说什么呢 姐 你怎么到这儿来 这些年你都在哪儿呢 我说起来话长啊 话什么 跟小时候一样 小大人 话些什么都知道 姐 我已经是大人了 我知道 这些年你跟我经历了一样的事情 就像我一样 你就别再拿以前的眼光看我了 你在我面前啊 永远就是个孩子 姐 你现在住在哪儿 你一个人住吗 进了吧 我就住这儿 姐 这也是人住的地方 你什么意思啊 说我不是人啊 没有 姐 怎 怎么会这样 这不挺好吗 比我们以前在一起捡破烂的时候好多了 算了 算了 你看看哪些东西是你的 收拾收拾 跟我走吧 跟你走 去我那儿住 我那房子多 这不合适 你是我姐 有什么不合适的 好了好了不说 走了走了 不行 还有箱子对 走吧姐 你你不行 走 走 这楼上楼下都是我们家 走 咱们呀 特别棒 这楼下的房间 我都已经租出去了 我的卧室和画房 都在楼上的 对了 姐 这楼上还有三间空房呢 你看你喜欢哪间 就搬上去住吧 小华 想不到你现在 已经成为小富翁了 今天晚上 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庆祝 说的才叫人生 人生啊 我今天太高兴了 喂喂喂 咱们俩 这有机在里面 能不能小声点啊 天亮了 姐 我回来以后 就跟我妈的媳妇 我现在小潘茫生 你知道吗 其实我还是喜欢 别人教我小话 因为别人这么一叫我 我就想起小时候 跟你在一起的人 可我妈 说什么都不让我叫 我就骗你了 你还能接 我现在发话可好了 我每天 除了画画就是画画 反正我也不缺钱花 你都看到了 我有这么大一栋房子呢 我妈一个人去南方工作了 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卖我这间房子 姐 我好像说过了吧 这一晚上 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姐 别光说我了 就说你吧 你都听我说一宿了 不必说了 那你开了那么多家饭店 应该很好啊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不想说了 我都已经忘了 姐 你就告诉我嘛 姐 你说说嘛 好 这么早就起了 我还以为我是够早的 买个早饭 去这儿吃吧 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啊 当然有事 还是 你在担心子军 你是怕他一个人在外面受苦 其实我也挺担心他的 你